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小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酷玩工厂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花姐姐 今天小花姐姐要为大家带来一个故事 什么故事呢 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 森林里怎么这么脏啊 我想应该叫我的朋友们 一起来一场森林大庆礼 嘿油肉 有时间和大家一起开个会吗 当然了紫月 那我们在小镇广场中心集合 有什么事吗紫月 我想问你现在有时间吗 嗯 我现在还不算太忙 那我们在小镇广场中心集合 一起为森林开个会吧 嘿 云宝 今天的天空打扫完了吗 刚刚打扫完有什么事吗 有一点小事 也许这是大事 我们需要森林大清理 紫月 我是负责打扫天空 清理天空的云 可不是清理什么森林 可是森林也是我们共同的生活环境啊 如果森林不好了 空气就会不好 天空不也就很难打理吗 嗯 这说的也是 那好吧 那我们在小镇的中心广场集合 你想过去 我去通知其他小马 好了 所有的小马已经到了 我觉得我们的森林实在是太脏了 需要好好地清理打扫一下 大家看 这里到处都是蜘蛛网 原来你叫我们来开会 就是为了清理蜘蛛网 我的天哪 我可不想弄脏我刚做的新头发 真奇 你这是又想逃避劳动 云宝 你怎么可以这样说我 什么叫又逃避劳动 那你说说 我哪次逃避了 哼 没有逃避 你也没有多干 你 哼 好了好了 大家不要吵了 是啊 真奇 云宝也不是故意的 不是故意的 明明就是云宝先挑的事 你怎么还帮着他说话 我 我只是希望你们 真奇 你和柔柔凶什么凶 你就冤枉我 云宝 我什么时候和柔柔凶了 你们不要吵了 不要吵了 不要吵了 真奇 你闭嘴 好了好了 朋友们 大家还是赶紧清理森林的蜘蛛网吧 我去清理上边 那我去清理树上 用我的地级 弹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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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多蜘蛛网呀 大家都去干活了 好像没有什么蜘蛛网要清理了 正好我不想去 紫月 走 我带你去喝杯咖啡吧 哦 真奇 还说你没有逃避劳动 我要去找云宝 打扫天空 清理蜘蛛网 嗯 哼 正好我不想去 嗯 你们今天怎么都这样对我 难道你们真的忍心 让我这么漂亮的马蹄子 这么华丽的头发 摘上蜘蛛网吗 嗯 哼 今天的故事大家喜欢吗 如果喜欢的话可以留言告诉小花姐姐哦 好啦 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一定要订阅关注我们哦 好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